游户玻璃景窗加上大大的苹果logo 光看模拟设计就让国粉们好兴奋 但如今蓬勃报道 酝酿十年的苹果车Apple Car 泰坦计划正式梦碎 Since initially,Apple were aiming to revolutionize the auto industry by making the world's first level 5 fully autonomous car This project started back in 2014 But former Apple staff have told tales of Steve Jobs wanting to create an Apple Car all the way back in 2008 Apple Car紧急喊咖 让部门2000位员工全傻了眼 毕竟这可是苹果创办人贾伯斯生前未完的心愿 为了这重大项目 苹果十年投入数十亿美元 还曾大动作招揽 蓝宝监尼20年紫水老将 B&W电动车部前高层等大咖 但如今上百万自驾硬体等员工们 恐怕面临被裁员命运 因为科技巨同 火速发展AI 苹果也等不下去了 苹果抛出震撼弹 全面改弓 深成是AI市场 但多家科技大咖 早在里头杀成邪害 不止Meta计划7月 要发布最新AI大语言模型 可判断便回答争议性问题 AI平台Litrix也将要推出 AI影工具 只要输入文字 就能产出超过25秒的微电影 还能自带转场 效果比Sora更惊艳 从谷歌 微软Meta再到苹果 全把重心砸向人工智慧 更说明对外宣告 AI就是未来 东西才新闻 换不下路亚真谈也报道